歌手张文琪与师弟郭忠祐大口品尝美味月饼 有芋头酥 蛋黄酥 还有草莓香芋流星酥 每一款都让他们赞不绝口 仁安基金会韩式庆中秋活动 因疫情关系 今年该已发送平安包 除了月饼 柚子等应节礼品 还有口罩 酒精 湿纸巾等清洁用品 希望陪伴韩式平安度过疫情 中秋节就是怎么样 大家那个月圆团圆了 是 那今年就是真的比较特别 因为比较没有办法聚集 但是我们仁安经纪会非常的贴心 就是他们 你们就是 有准备一个物资 对 物资 然后还自己去送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感动 很感人 我们在今年有特别设计了一个叫做 药河水壶的一个项目 那其实这也是因为我们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发现 韩式可能因为在外头就业 或者是他们工作的时候 可能都会忘记他们有一些慢性疾病要用药 防疫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叫做口罩 或者是酒精湿纸巾 还有一些水 那这些零零总总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包 那也希望各界能够支持 仁安基金会今年预计发送6400份平安包 但受到疫情影响募集状况比去年少了一半 希望接下来一个月 能够有更多企业团体与爱心人士响应活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大家也都过得比较辛苦 那在我们整体的服务的过程 也发现也有越来越多求助的对象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担心说 我们这些准备的东西会不足 那而且在我们跟去年比较的时候 其实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 其实比去年少了一半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2500盒月圆仁安爱心月饼礼盒 8月中将在生活市集上贩售 意卖所得将全数支持韩式庆中秋活动 而平安包则是每份600元 仁安基金会邀请民众一同响应 让韩式感受社会温暖与关怀 爱心捐款600元 月圆仁安庆中秋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